现在天时暑热,在意大利我们会吃些什么呢? 我今天想介绍一个很简单的沙律饭 其实材料是任你们自由发挥 但是我今天就煮这个番茄和吞拿鱼的沙律饭 材料有特级橄榄油 黑椒 我网店有三种米,全部都适合煮沙律饭 有番茄,洗净,切粒 罐头的吞拿鱼,少许盐 和罗勒香草 水滚 然后放意大利米,煮至蛋牙 一般高质的大概是13-15分钟 大家试一下 他说13-15分钟,可能10分钟咬一下 煮至蛋牙 饭和意粉,意大利人吃都要蛋牙 当饭煮至蛋牙时,隔水 然后放一会儿冷 放一会儿冷 放一会儿冷 后,可以倒入原本煮米的煮 然后把其他材料全部倒入 拌均匀 首先把饭倒入煮 然后加入特级橄榄油 再说一次没有所谓的食用什么材料 然后我们可以加入吞拿鱼 罐头吞拿鱼 如果你们可能说我喜欢吃火腿粒 喜欢吃什么都没问题 然后加上番茄 然后就是刚刚手撕下的螺丝 喜欢的可以加些黑椒 盐就先试一下 因为那些吞拿鱼也是咸的 但我觉得可以加一点 如果不够 就个人口味可以再加 然后现在就是把所有材料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放在沙律里 没所谓的 那些材料你们喜欢 我喜欢吃多些番茄 或者我喜欢加粟米 我喜欢加红萝卜 可能如果不喜欢吃齋 就这样用些蔬菜做些饭 看看这里 就是这样了 很简单 今晚可以吃 然后明天又可以 冰冷了之后又继续吃 将那些饭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放在沙律里的盆里 然后我现在就加了绿橄榄 再放一些罗勒摆盘 吃得